各位同学好 我是凌薇老师 经济学员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国际观 他在迎接2015年的时候 有新的产品出来了 然后只要几百块就好 太值得了 我现在先介绍算是比较贵的 他是Economist经济学员杂志的Wording2015 然后他我想他出的应该是指书本版 不然价格不会这么贵 640块钱 你在左上角有看到一个小小的图示 写的Wording2015 有没有看到 那下面他简单的说明 说经济学员杂志涵盖的内容 有时事商业政治经济科学书籍文艺 然后用字精简 可是文章也不算特长 很适合充实自我 OK 那这边呢 我只要跟各位讲说 这个好像在行动博客来可以购买到 他是属于书本版的 不过李文老师要介绍他 在天下杂志有做一个属于APP版 相对的便宜就很多了 你看这边有介绍 你看右手边的图是一模一样的 他好像多送一个东西叫2015亚洲经济大预测 然后有做配合 那当然这是配合天下出的 那重点他出了一个这两个东西 他可以用APP版 APP版的价格就可爱的多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下面有价 全球首发中文版APP 两个加起来好像差不多300多块钱 我觉得也蛮值得的 然后但他说12月中旬才会上架 所以代表多还有没有那么多的内容可以出来 现在要等待 他有包含iOS Android手机都可以 你看300块钱 那我觉得这蛮值得的 看他的中文内容 对不对 而且是买两份东西 然后他重要是主要两个资料 一个就是经济学院杂志所出的2015 The World in 2015 那另外一个就是天下杂志的经济大预测 所以我想他为什么需要到月中 因为还在等翻译 那另外下面呢 还有什么优惠一套 这个500块钱 可能是他再加上他的一些 他可能是书本版的 就比较贵一点点 那大家还有演讲内容 不过这并不是联网老师要探的 演讲内容就更贵了 你看4000块钱 看一听一场演讲 我在想说有什么方法更棒的 联网老师要讲什么东西 你先回到联网老师手机的首页 我买他的英文版了 看到没有 上面这首说read 代表我已经购买下来了 270块钱 所以台币他刚刚讲说是 差不多299 300块钱 所以他算是直接翻译过来 他等于是没有花赚到太多钱 他等于是打他的国际知名度 可以看得出来 他不是暴力的机构 对不对 The World in 2015 这是我们来点开来看 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可以去点选 那通常呢 最棒的地方是 我们有很多的资料 那我要先回到目录区 会比较好一点 我看一下有没有目录区 要知道点上面 点下面这个比较重要 他都不太理我 不知道让我 让我是不是看到目录区 好 那我们只能先看一下 这个大概的内容了 第一个他其实是 word disorder 什么意思啊 这个世界是失序的状态 Don't expect too much from the belated western response 你不要以为西方会做回应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世界还在动荡的 好 文章很长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内容非常的值得呢 哦 终于出现了呢 好 然后我来看到我们的 我刚刚有看到他的目录区了 因为你看李永老师用手机在 直接录音 所以你可以马上可以看到说 刚刚有很多的资料会跟得出来 我现在想到我要点哪里 他都不理我 我再测试一下 但是我这个录音方式也不能按暂停 所以我们只能说 诶 点点是不是 哦 原来要点点了 OK 我们来看目录区 从这边可以看到说 第一个西方的malize 你看这边就在用来讲单子了 那word disorder parting of the ways 字面上叫分道扬镳 the lesson of the plague 一定在介绍伊波拉 disruption from above and below 他说破坏来自于上来自于下 splitting image 这个字不叫分类的画面 代表完全相似的意思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 我一点开来资料就出来了 mega kata 不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fantasy politics 他介绍政治 calendar calendar2015 word in video 他有影片上的内容 frontal writer 他们作家的一些观点 frontal street 从街道上 你看他分的很细 有亚洲讲印尼的 特别印尼的新开始 fresh start a choice of sorts action man india's university challenge safety in numbers coming to crunch on australia radar great barry reef 这讲的是大宝礁 这比较简单一点 getting down to business in indonesia 终于讲到亚洲了 讲到中国大陆了 every more muscle 每一条肌肉 a hunger for better services 奇怪 the number to watch 要注意他的数据 而讲到美国 下面讲到美洲 然后还有讲到中东和非洲 国际趋势 欧洲 然后英国自己 他怎么可以不讲到呢 word in number 我们看到各种数据的变化 然后呢 还有商业 经济选杂的最棒 就是他商业的领域 business 他讲 when smart becomes spooky 看到没有 spooky是阴森森的意思 你知道会什么意思吗 那再往下面看finance财经 他在自己的经济选杂志 有介绍叫finance economics 好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学与科技 culture 文化 最后下面是那个obituary 就不用管他了 就是某人就已经 某些伟人可能走掉了 然后blah blah blah 说一些话 那我们再回来他的首页 所以刚刚我找不到 怎么去找到他的内容 很值得 这个杂志非常很棒 还有一些那个mp3可以收听 在右上角 你看点一下mp3 他这边有那个 tap any track to begin playback 他有播放软体 哇 这个270块 花得太值得了 然后这什么内容 OK 他有另外一个播放方式 有点是另外一个目录式的选取 你不觉得经济选杂志在这方面 他介绍的实在是太有趣了 那你可以有图片式来看 刚刚看到的内容 你感兴趣看哪一张 你看傲慢与偏见 这边我们可能敢去看这个 splitting image 那长得都一样 但是又说的不是什么内容 让你好奇 这经济选杂他 经济选杂他有趣的地方 好 那这是在看到他的内容 我们刚才说发现要点两下再回来 再回到首页的位置 好 所以这份杂志各位可以看到 非常值得订阅 对不对 我看看有没有再回来 刚刚的切换方式 好像他 他不让我回来 我刚刚那个目录式的搜寻方式 OK 好 他有看了过期的答资都可以看得到 那下面这个是The Wording 2014 2014就是去年那本书 看你要不要看他说的对不对 做一个验证 但他费用收费用还是收270块 你们觉得太值了 好 重点是什么呢 林文老师最后收尾还在介绍 林文老师最棒的一个行动笔句就是Evernote Evernote当中我第一名放的最多的资料就是英文百宝 像在荧幕上可以看到 而且林文老师是很认真的老师 我都可以自己这样讲我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放MP3的讲解 好 举例来说 像这个是人家在脸书上的分享 说欧巴马就用3D列印 大家这样轰轰轰他 然后一个雕像就出来了 有影片可以下载 好 然后再来 这边有中广里面剪接的东西 2014年的基金大检讨 这样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荆州刊这边讲九合一选举之后的下一步 哎24.1MB 那声音党解 你一播放一下 它大概有30分钟到4分钟的讲解 那里面有很多的 我有著名清楚 MP3加中英 MP3加中英 什么意思啊 文章大部分来自于那个顶尖的国际杂志 点开来的话 发现到它那个杂志没有中文版的 那这个是内地翻译的 所以重量是你看到没有 已经中英对照 它不是每篇文章哦 部分的有 找到了这个把它放进来 那当然有些天下杂志 有些放一些 我有订阅它 所以把它放进来 那你会发现到我放了很多 因为光从中广的录音里面 那再加上我从这个 这个经济选杂志的声音党 加林文老师自己的声音党 只要订阅的话呢 再付一些费用可以购买 我林文老师会等于是半买半送 送你一个重要的叫托福多益课程 我们在荧幕上可以看到很快会出现 OK你看到没有 多益托福这个核心智慧 它有什么优点呢 第一个你在荧幕上就可以看到 你打一个单子 remark 马上有声音党讲解出来啦 下面的字典立句都帮你收好了 就说你到底这个单子该被什么用法 比如说remark跟remarkable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再来expense跟expenditure有什么不一样 我之前帮你做了一个比较 你进来呢 透过了网络什么字都下来 就要上面一个声音党4MB 差不多两三分钟的讲解 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介绍appreciation 它除了欣赏感激重视以外 也可以当币值的升值 那有币值升值就有贬值咯 所以你进来点阅就很多内容 而重要点是 林文老师把相关的图片还放进来 这样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你看光看下来 我有这么多的讲解单子了 而且最棒的是一个搜寻功能 这边就是一个搜寻功能 那你搜寻知道 就搜寻到了 Evernote用它来学英文 最棒最值得 尤其现在行动社会的时代 台湾是贸易国 70%的这个经济力量 完全靠贸易 所以我们各位同学们 在学英文的同时 你要用各种的方法来改变 我们读英文的时间 除了要增加以外 还要把它精致化 效果把它提升好 就是用Evernote这个方法 林文老师大推这个方法 如果你觉得林文老师方法很好 请你用影片下面这样的一个 MP3的 这个email 我的email账号 我的line账号来找到我 然后只要每年 只要一个月 只有100块钱的开销 对不对 好赶快行动 林文老师期待你的订阅 我们空中相会 拜拜